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为你充电 亲爱的朋友陪伴你在空中的家家在这里向你问好 很高兴又在新的一星期开始在空中与你相见了 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念书打工之外 你的休闲娱乐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娱乐会让自己的心情更开心一点 让自己在读书或者是工作上更有精神 不过也有些人认为即便有再多的娱乐 他还是觉得不开心 今天在心灵放轻松的单元当中 这家就要特别透过麦树丽老师 他所演讲的娱乐不等于快乐的内容来与你分享 一段音乐后就让我们来听听麦树丽老师怎么说 娱乐不等于快乐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潮流中逆向而行 建立真正的快乐的来源呢 有一颗连续的心 愿意原谅人的心 英文我把它叫做forgiven heart 有一颗连续原谅人的心 是世界上最快乐的来源 其实如果您有机会去做一些行为科学上的研究 您会发现人的最大的一个痛苦不快乐的来源 叫做bitterness 一种嫉妒一种痛恨 是人一个最大的不快乐的来源 我的工作呢 常常是要在企业界里面帮忙做一些协调沟通的工作 也因为这份工作呢 让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在工作上非常不快乐 并不是因为工作的本身 也不是工作的本身所带来的压力 往往看到的不快乐 就是因为这个字 Bitterness 痛恨 懊悔 嫉妒 所引起的 不要说别的 今天早上 我就临时接到一个电话 我辅导的一个公司里面 有一个蛮高阶的经理 已经提出辞呈了 要我有机会先拨个电话 跟他聊一聊 拨个电话跟他聊的时候呢 才知道他唯一要离开的原因 只是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个升迁的职位 我问他是为什么一个升迁的职位 就让他觉得他必须要离开 他觉得说没有面子 在公司同样工作这段时间 为什么同期的人都升上去了 就只有他还是在原来的位置 他的能力并不比别人差 为什么他升不上去 他说他已经忍了六个月了 他没有办法再忍耐下去了 我问他说 是不是工作已经先有着落了 他说也没有 他说他想要出国六个月 到国外去看看他的孩子 看一看 走一走 上上心 再说吧 是的 一颗能够原谅 能够释怀 能够有连续的心 事实上是最快乐的一个来源 在国外我有认识一个妈妈 这个妈妈呢 她唯一跟她这样子相依为命的女儿 有一天她在下班的途中 被一个美国人强暴 被杀害了 后来这一个强暴犯被抓到了 也被判刑入狱了 从她被抓到判刑入狱 准整有七年的时间 这七年的时间里面呢 这个母亲呢 没有一天能够平静地过生活 她每一天都在问的是 为什么你这个人要杀害我的女儿 为什么 为什么你把我生命中唯一的依靠 给夺走了 她每一场审判 她都出席 她恨不得能够把那个人抓来 把她碎丝万断 亲手用刀把她杀害了 这个母亲每天受着这个精神上的煎熬 最后她自己的工作 她也做不下去了 她每天的生活 这是活在思念女儿的痛苦 她生活越来越颓上 她的身体的健康也越来越差 周周围的朋友都一直劝她 就忘了吧 重新站起来 她也知道她应该 可是她说我没有办法 她说你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了解我的痛苦 直到有一天 她自己在读圣经祷告的时候 突然之间她明白 对呀 为什么她不能够忘怀呢 为什么她不能够原谅这个人呢 她自己祷告说 哎呀神啊 求你就帮助我能够原谅这个人 她说我再这样子生活下去 我自己都得死掉了 所以呢 她那天就跑到监狱里面去 找到了那一个强暴犯 她说 你做的事情是我一辈子的伤害 我不想原谅你 我真的不想原谅你 可是如果我不原谅你呢 我自己又活不下去了 她说我今天来 就是要告诉你 我原谅你 就在她这么一说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这个妈妈 觉得她身子上所有的重担都没有了 突然之间当她走出那个监狱大门的时候 她觉得阳光又出现了 她说因为一颗痛恨的心 让她没有办法面对每一天出来的阳光 她说她要原谅她 也不是什么真的是纯良善的动机 只是因为她知道 她不去原谅她 她自己要先灭亡 她说她自己也没想到 她愿意去原谅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世界对她来讲 哪一个痛恨的感觉就不见了 让她能够重新再去看到阳光 让她能够再以轻松的步伐 走出而活下来 亲爱的朋友 从今天麦树莉老师所分享的内容当中 让我们看到 一个人若是真的要有快乐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那就是有一颗愿意原谅和怜悯人的心 因为唯有这样 自己心中才能够得着真正的释放 也能够真正享受快乐 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 她的心中充满着苦毒 抱怨和比较 即便她有再多的娱乐活动 相信都不可以带给她真正的快乐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 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家家就要在这首 Because of you的歌曲当中 和你互道再见 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 空中再相见咯 No more tears No more sin No more sickness No injustice No more death Because of you Because of you Because of your love Because of your blood All our sins are washed away Because of you 心灵丸岛 祝福你 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